在澳大利亚用银联取线 本期我来分享一下 据说这个叫ANZ这个银行 银联取线很方便 它不会收手续费 然后呢 因为我这个是海南银行 海南银行呢 它就是在境外取线的 也是不收手续费的 所以这样的话 两边都是不收手续费的 我来试一下 我打算取个大概100人民币就是20澳元 看看它怎么显示 大家可以选语言 选中文吧 输入密码 提款提钥匙 通常境外取线都要选这个出去 贴20 然后打印收集 看到你会不会收手续费 取得20澳元 然后收集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这个银行里的这个APP 我这个银行 既然就是没有收任何手续费 当地的这个银行也没有收手续费 总共扣了我95.28人民币 然后平均呢 一澳元就相当于4.764人民币 然后我看了今天的国际汇率是4.75 就稍微比那个国际汇率差那么一丁点 但是基本上也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拿现金换 基本上可能换不到这个 这个汇率 如果你拿现金人民币 在 比如说悉尼机场我听说 可能你要拿6人民币 然后换 一澳元 如果在市区换汇率的地方 可能也要5人民币多 然后换一澳元 所以用银帘曲线在澳大利亚 还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更要建议的是 你如果是有出镜牛的这些计划的话 尽量是办一个那种 除了五大行之外 那种比较小的银行 就比方说我办了这个海南银行 这个 有很多银行 其实都是可以境外曲线 它的这个银行是免收集费的 通常你记住了 都会收可能两个收集费 一个是中国这边银行的收集费 一个是当地银行的收集费 但是有一些境外的这个银行呢 它当地是不收收集费的 所以如果你的中国的这个办的银行卡呢 也不收收集费的话 那你就可以免去两边的收集费 然后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这里是阿松在澳洲的视频 我们在下一期的内容当中再见 拜拜